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飞向对尸咬炮开局的 那么飞向对尸咬炮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布局 那么流行20多年以来得到了众多骑手的喜爱 其中的特点就是说红方的飞向局应该说是比较稳固的 而黑方尸咬炮却是灵活多变 可以根据红方不同的工法 而采用不同的对策 就是说它可肝可柔 对 实战红方是走居有近一 黑方马尸进三 黑方挑正马就是说是想偏重于进攻 或者说将来反击的力度可能也要大一些 此外也有选手的喜爱走马尸进一 直接跳鞭马 对 这个编马就是说它这个三路马变到一路上去了 就是比较安全了 但是它有弱点就是说它将来的反击的力量就不如这个正马 但是正马容易受攻击 所以说这两个马也是各有利弊 当然走马尸进三变化会丰富一些 那么接下来红方区占类 区九平六 黑方 马八进七 再跳一个正马 走到这儿呢 一般的红方就是走 跳鞭马是最多的 就这个阵型下呢 红方呢 就是直接马八进九 对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解释成 就跳鞭马呢 是比较正规的这个走法 黑方区一平二 红方再拱鞭兵 然后黑方区二进四 这儿红方呢 你要在掌区的 黑方可以提前把区避养过来 对 就是说双方在沿河一带呢 形成这个争夺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双方的这个阵型啊 都比较稳固 都没有什么弱点 那么后半局的战斗呢 依然是比较艰苦的 当然上边这一段招法呢 就是红方跳鞭马的这个走法 但是本局当中呢 红方为了刻意求变 大家知道这个个人赛啊 进入十六强以后呢 就是一对一的单淘汰了 所以直红的先手呢 一般是总是想积极呢 创造一些变化 所以红方本局采用了 这个拱三兵的弓牌 然后黑方就局一平二 这样红方如果再跳鞭马呢 这个动作就慢了 红方呢 之所以拱三兵呢 他一般是喜欢这么走 红方再走泡二平四 这个左半边的子力先不动啊 对 这儿呢 就等于是红方保留着这个弹子炮 在出动右翼的子力 争取把这个鞠呢 将来亮出来 或者这个马呢 能够向前跳 这个也是呢 最近两三年呢 比较新式的这个走法 应该说它也是各有利弊的 利益的地方呢 就是说可以呢 继续呢 给黑方施加压力 利于呢 双方继续纠缠 是不是子力也是非常的灵活 这个炮是平四以后呢 实际它定型了 倒不是那么灵活 它以后不是要马二进三 马三进四这个思路吗 是 它是 这个马呢 是准备向上走 这种走法呢 就是说 给黑方呢 这个更多的考验机会 但同时呢 红方也冒一个风险 因为毕竟呢 你这个炮呢 自己走到这儿呢 这个本身这个阵型上来看呢 就是说也有些迂回 本来这个马是直接跳 再往上跳最好 但是它时间是来不及 因为黑方鞠片是出来了 对 所以它要迂回一下 再跳 所以说这个棋呢 它有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 黑方呢就自然的出鞠 红方 跳马 在上马 黑方在炮 八瓶酒 这样黑方的这个两个鞠都出来了 对 紫力非常快 那张老师您看这棋 红方 就是这个冰三级一 帕尔平四这个布局 应该说也挺奇特的 对 也是最近几年刚出来的一个 这是这个三年以前啊 这个由这个河南籍的这个选手 吴俊祥呢 这个创造的 这样 对 它在这个布局当中呢 还是颇有这个研究的 它在对这个河北队的这个深鹏 这个队阵的时候呢 比较早的这个采用 并且达到了这个出鞠之胜的效果 但是这两年呢 你像王天一啊 等一些高手的 也时不常的采用一下 但是这个棋的风险性呢 也比较高 就是说红方呢 由于毕竟这个试咬炮呢 向这运呢 等于在速度上呢 就有点放缓 好 黑方呢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它两个局都亮出来了 其他的大紫呢 也处于比较正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红方呢 在进攻当中呢 这一路变化呢 应该说是 基于挑战并存的 所以说一旦运用不好 因为毕竟大家看啊 他左翼的子力啊 没有这个怎么动 对 他棋局上呢 不如黑方子力更协调 但是红方呢 他有硬朗的地方 就是这个马 出击的比较快 黑方呢 这两个马 还处于受制 对 还是没有启动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局面呢 就是特别有实力的 愿意跟对方这个分钟胜负的选手呢 愿意采用这么走 对 应该说也不乏呢 这个冒险求胜的这个成分 那接下来红方就马三斤四 再往上跳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动左边总感觉呢 对黑方没有压力 上马以后呢 他呢可以司机呢 将来吃个兵啊 这个赚一点便宜 将来这个局 有可能局平三从这向外局 来攻击黑方这个右翼 所以这时候也挺考验黑方的 对 我记得张老师您下过这个棋啊 您是后手方 我走的是足三棋 肯定走过足三进一的这个变化 也可以 对 足三进一的作用呢 就是将来不给红方马四斤六的这个机会 对 本局当中呢 黑方直接采用了 这个炮四平五 对 当然呢 这两年啊 这个布局呢 大家对他越来越重视 对 像这些局面呢 你不容易走到先手 因为这个都是流行的变化 所以对这个布局来讲呢 大家都会有相当的这个深入的研究 当然呢 每个七所理解也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双方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观点呢 来进行较量 对 那么成果呢 就会在棋牌上体现 红方呢 毕竟中路呢 担保 因为你现在如果马四斤六就早了 黑方 黑方是不是可以足三进一 对 这样你正好 马六进七登马的话 有个炮打中兵将军的 马六兵 然后在炮进平台打过来 对 红方呢 他一无所获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红方不能操作恶极 红方的中路的嵌守旗 他先要补一手 他实际当中呢 也是先把中路 巩固 然后黑方这步棋 也挺凶狠的 直接这个足五进一冲兵了 对 除了足五进一以外呢 还有足三进一的选择 就相对来讲比较柔和 对 足五进一呢 就是准备呢 配合这个中炮的攻势 那么等于黑方呢 用多走一步棋的这个代价 因为他炮了平四以后 又炮了平五 是啊 那么这个棋 黑方之所以 还有这么强的反击的能力呢 最主要就是红方这个炮了平四 本身这招棋的效率呢 并不太高 这样黑方这个也重复了一步炮 也没关系 对 而且黑方两个区也出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 有时候比较难以掌握 对 就是说一旦运用不好呢 容易遭致黑方的反击 红方这个时候走的是 居六近五 居到祖林 那黑方呢 这个盘斗马暂时上不来了 所以黑方就采用 先把这个中兵打掉 红方马四进六 因为下部棋 黑方有足够进一的手段 红方先进马灯 把这马运进去 黑方炮武推移 这双方呢 布局呢 不到十五回合就断平相接了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飞向局啊 也会非常考验人 并不说飞向局 就意味着这个稳健 你看很多这个高手啊 比如说我们最著名的 王天一 许云川 洪如华 这个都是飞向的高手 而且他们走飞向旗呢 这个迎旗的胜率也非常高 这个局面就挺乱的 红方这个正好居吃足 对 他把足吃了这是一先手 黑方现在不能马三进五 因为红方有马六进八 这些先手 他也只能马三退一 先避让一手 这儿呢 红方在局部上呢 是有所获得的 对 但是黑方呢 这个旗呢 看似有点松弹 但实际上呢 他也互相关联 还是有一些反击能力的 所以说红方这个旗呢 表面是比较占先 但实际上呢 你后续要跟不上呢 这个旗还很微妙 主要红方也要赶紧动 这个左翼的子力 对红方别动 左翼子力没动 那么我记得以往这个旗 有人走炮八进二 好 这时候先掌一个炮 对 这部炮呢 然后你拘二进四捉 他红方再走 炮他一进三 这个旗就非常飘逸了 你现在不能拱 你现在拱他 狙击平三 把你压住 这个就是强行 保住自己这个河口马 对 黑方再走 马一进三 双方这个子力啊 互相缠绕 就说的一时半会儿 几乎呢 难以判断这个优劣 但总之呢 双方这个比较较劲 因为下部级黑方就 有这足进一的这个反击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旗呢 到底谁由谁列呢 就是双方这个阵型啊 特别是红方有点飘 这个飞向局 竟然下成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 对 其实这个向旗啊 哪个旗都能走得很复杂 比如我们最流行的 西安指落 大通炮大家就不说了 对付大通炮 就有很多个体系 很多脾气 即便是到了现在呢 很多也没有完全探索的 很清楚 是啊 飞向局还有骑马局 骑马局也可以很乱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双方这个走向啊 布局第一步骑 并不代表着这个骑手 是否稳健 对 关键是双方这个求胜的这个欲望 以及这个下出来的这个骑 对 那这个骑呢 就是说的容易的 这个 双方呢更容易分身负了 对 那炮八件它没有走 红方呢 暂起来还是想求点稳 对 直接跳了个编码 对 但是它有一个弱点 跳编码以后呢 黑方这个一掌巡航区 一反捉它 这个马立不住了 对 马没有路了 这好像也没有 炮四进三的骑了 对啊 刚才炮八件就是为了生根 对 但那种走法呢 也掌握起来难度非常大 对 这个马再退回来 这儿呢 就是说的 黑方的马也有退 就是说的 在这个局部上来看呢 双方呢 就打成了这个平手 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它走的也比较小心 这个 直接马骑进 对 当然先走马一进三呢 也不是不行 它最主要跳出马以后 将来多了一个 去二平三的 这个选择 对 然后洪方这手也是 马五进七跳上来 嗯 还是挺灵活的 这个马 走的 呃 现在呢 就是这个棋呢 就是双方呢 应该是脱离了 这个常规的棋谱 对 从这个中局这个局 一点足临 双方就展开了短片相接 所以说这个 向棋呢 往往是这个中盘呀 是非常较劲的 对 应该说中盘呢 既是对开局的这么一种衔接 又是为将来的残局呢 奠定一个基础 当然有的棋呢 双方由于拼得比较凶 就中盘分出胜负了 就大子对大子的进攻 攻一手的较量 或者双方对攻战 那么最终呢 有时候就能够分出胜负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双方通过子力的消耗 暂时谁也不能把对方呢 这个置之于此地 那还有这个残局的继续的这个战斗 当这个局面呢 也可以说这么说 红方呢 这个子力呢 也是盘旋而出 主要是这个向尖马 对黑方威胁比较大 黑方呢 等于这个所有子力呢 都是在进行的 这个战斗 都投入战斗了 对 而且这个阵阵一个中炮 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对 但是黑方的这个阵型呢 这个中路呢 这个地方呢 也需要处理好 因为这个地方啊 你自己的子力呢 还没有那么结实 比如说你要任意 让红方把千金六的话 又有卧槽 又有灯中炮 又有狙闪机 这种手段 是 所以说呢 黑方呢 在进攻 或者说反击的同中呢 就不能呢 太操作过急 对 所以说下棋呢 也经常呢 给起手 给人们这种启发 就说你要掌握好 适当的攻守节奏 什么时候进攻 什么时候去防御 那么走到现在呢 黑方呢 该如何去 继续把这棋局推进呢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继续讲解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他们二位的这个中局的战斗 那么走到这呢 黑方就选择了巨二平三 因为红方这马七六太厉害了 直接这个对局 对局 红方呢 如果要是对的话呢 当然也是可以 对了巨以后 马七进我 登中兵是一个先手 然后呢 这个黑方在博士 你如果再拱 他马可以再回去 这儿双方呢 是不是对了一个局以后 相对平稳一点 对 但是呢 红方呢 也有弱点 就是说这个局呢 比较晚 一时半会儿呢 杀不出去 因为你这个局一亮头 对方这个鞭炮就打过来 对你底线呢 还是有牵制 所以红方这个中炮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威胁 所以说这个红方呢 当时呢 为了保留这个复杂局面 他不愿意躲开了 当然对局呢 是平稳的 然后接下来呢 黑方走了个巨八进四 巨八进四 他巨八进四是为什么呢 他要随时防止 红方有炮进三这种手段 对 他炮一打 这个局呢 有的时候就要尴尬了 所以黑方呢 先掌巨后局 避免炮次进三 如果你现在居一平四 当然红方也可以考虑走居一平四 对居一平四 就是接下来也可以走居一平四 那么将来黑方呢 一个是博士 比如石榴进五 石榴进五博士 对 你要是打的话呢 他再退 他再居三推二 退回去也没关系 对 另外黑方除了这个 博士以外呢 也有炮队进四的这手段 如果你进炮打 他对方炮队进三将你 把你这个炮换掉 也是一种选择 总之呢 这个棋呢 目前来看呢 双方还是接近的 那十两当中呢 红方呢 就是觉得中路呢 也想架炮还击 他走炮次进一 黑方这个时候 黑方马一进三 然后他是 然后红方这时候再举一平四 嗯 再举一平四 对 他也是想要走炮四歼二 然后这个有一个打拘的手段 嗯 然后黑方这个 这时候拘三平四 嗯 他再对拘 对 这时候躲开了 这个局面 红方这时候又走了一个炮四平五 应该说是双方这个 现在又转移到这个中路的这么一个 对 嗯 较量了 嗯 去年个人赛呢 是在这个 美丽的这个 啊 东北的城市 吉林的省会 长春呢 进行的 在这个吉林省体育局 这个所在的这个旭立坊 好 一个场馆 应该说这个吉林的方方面面 啊 包括这个吉林省体育局 还有吉林棋牌管理中心啊 在内呢 也是为这个本次比赛呢 提供了这个大量的这个 人力和物力啊 应该说这个比赛办的 还是非常成功的啊 对 呃 比赛呢 这个过程呢 也是惊心动魄 那么过两期节目呢 或者说未来的几期节目 我们还将陆续呢 给大家讲解 个人赛的精彩对击 那么最终呢 男子组呢 是啊 王天一和郑维腾呢 这个争夺这个关亚军 最后的比赛是非常精彩和激烈的 啊 最终是王天一呢 获得了男子组冠军 那唐丹呢 也是获得了女子组的个人冠军 因为说这个比赛呢 过程呢 还是好 比较较劲的 对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来对居 红方呢 这时候红方泡四平五 也是置之不理 那么黑方也是必须要等待 就是 黑方也不愿意对他 红方现在来泡八进四 这儿呢 就是双方进入呢 这个终局的这个较量 对 黑方这时候也是很灵活 先马五推四 嗯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也不肯对 对完了以后 他是走后手 对 走后手呢 他这个卧槽马呢 还有这个中路的这个威胁 他都没有解除 这个地方呢 红方子力呢 当然也是有根 啊 后来我们看这个鞋啊 红方在这儿 可以考虑做泡八平三 或者G六平三 都可以 嗯 假设如果平泡打啊 那黑方这时候 是不是要把具对掉 对掉 那我就登掉你 然后马三进四跳上来 然后红方再泡我平三 这个变化呢 也挺有趣的啊 接下来黑方泡就平三 嗯 这部戏看起来也很厉害 但是红方 对 正好有一个妙手呢 来解围 红方有这么硬线一将 因为这是闷弓 黑方只能飞下 红方呢 就把这个中炮呢 给他换掉 换掉 这儿呢 双方呢 棋局呢 就比较平稳 红方这个时候呢 由于黑方这个鞠马族啊 位置太好了 对 红方这个需要呢 就是走局都进入对局 对了这个局以后呢 那这个残局 红方多个兵 但是黑方这个有个中兵 嗯 双方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 是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比较正常 双方呢 仍然是处在一个基本军事的 战线还是很漫长 对 但时代当中呢 红方走了一个局率平次 这招棋呢 可以说呢 就是一个坏棋 这个躲局 它也是 估计是想 橘子推移这样对局 从中路来突破一下吧 对 因为这个地方 黑方本来可以直接 橘子进去自己 这样子点 这儿 红方压力也很大 如果打一江 打一江 它在马斯进入殿上 打一江 它可以先出个降 出个降 这也可以 对 反正总之呢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并不是特别乐观 对 它先出个降 对 主要是黑方这个炮走外 也有黑方这个中炮很厉害 对 它实际上是先马斯进我 这也比较稳健 然后呢 红方这个棋呢 它最主要尴尬在哪了 对 它打出去以后啊 它老防范对方 有一个出降反杀的棋 好像黑方这个中炮 反而很厉害 嗯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走狙四腿一来对狙 黑方狙八坚二 必对 那这儿呢 就等于是 黑方呢 拿到了主动权 因为你金色苹果 如果吃我的话 我就接受你对 你只能用炮打 你将来这四路狙呢 你永远抬不了头 这个四路狙没有黑方 这八路狙好 黑方可以炮九坚四 再打过来 嗯 或者说黑方再先 马三坚二什么之类的 也可以 对 总之呢 就是说黑方呢 倒显得主动一些 那么走到这儿呢 可能红方呢 最好的办法 也就是来争取对狙了 或者掌这个局 或者退这个局 这都可以 来试探黑方的用手 对 就是这个棋 也倒不至于出现 特别大的危险 对 就是这个棋 你将我 我再定局 我再对 这样呢 尽可能减轻一点压力 对 那么实战当中呢 红方呢 就这招棋呢 走了一个 可以说是败轴 走了一个炮八 这个谢静呢 可能是一心想求胜 嗯 一心想求胜呢 对 这个招法呢 就是走得不够精准 反而呢 被对方这个利用了 对 他这个退炮 其实本身也是挺巧的 一个招棋啊 就准备炮五尖二打兵 嗯 就是暗含着这个 一直打兵 然后炮打狙的 这么一个手段 对 好像是一个很先手的棋 对 实际上呢 这个动作呢 太慢 原来后来就被黑方 反而利用了 对 黑方呢 就拘射进寺 这时候开始 这盘棋呢 就是双方呢 一直是六个大子都在 双拘 双马 双炮 对 六个大子 对六个大子的进攻 那么先进呢 确实呢 这里呢 这个处理的呢 欠妥 结果这个中路呢 这个威胁就来了 因为你炮箱走不上 他正好可以出降 对 解杀还杀啊 是一个 对 出降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炮箱 打 他出降 出降 叫杀 那你只能 炮花退三了 对 炮花退三 他这个 黑方有这么一个手段 平炮过来 就硬打你抵士 这个棋 就是红方 这个 应该说比较有力 对 这个一打抵士 又打着鞠 又是这个 吃炮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就显得非常的被动了 这个 黑方的中路攻势 明显是比红方的中路攻势 要强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可以说红方这个退炮啊 走得有一点 啊 落空了 对 结果他被迫呢 这个前鞠呢 退三在宝巷 这儿整个的形势呢 就急转而下 双方就说在这种啊 六个大子 在对六个大子进攻的这种当中呢 稍有不慎 稍有一个闪失呢 就有可能导致呢 这个权限的这个崩溃 这个退炮就属于这个性质 被对方这招棋呢 点得非常好 可能也是急于这个反击吧 对 对自己这个形势判断 可能有一点问题 对 苗立明呢 是原来呢 河北队的这个专业选手 那么好了 由于个人原因呢 他也离开了河北队 对 那么今年呢 他代表的是这个 四川队阵 参赛 应该说个人赛上呢 他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的 对 他在这个05年的个人赛 就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个人赛应该说 他每次都是发挥的比较 比较不错 超时平发挥 这时候黑方正好也出降 先解决中路的威胁 让你中炮 因为打不出去了 对 这个下一步黑方 这个炮九金四 好像很难办 这个红方 他被迫呢 就马九退八 就赶快来加强中路 干净发挥 黑方对这个军队平坦 都置之不理了 对 就直接这个 他就全线进攻 对 最后一段呢 黑方旗确实走得呢 非常的干净利索 对 尽管红方 翘起了正马 似乎这个中路呢 又比较安全了 但是黑方 这一打 又是一个 先手 只能拒四平三 对 这么先离开 对 对 拒四平三 拒四平三 这黑方 这个骑的这种书不太灵活 对 我们后退一下 这时候黑方这个六个大字 都在这个中路上 对 就肯定做到文章了 这时候马尔金四一跳 对 要登马 要登像 对 只能这个平炮将军 嗯 好像呢 这个能够阻止住黑方的这个攻势 但是黑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平炮 对炮 对 正好是一个对子 这没办法 只能这个交换 这个骑呢 就是我们也不用摆太快 因为我们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对 这个地方就说 你不打他 他就打你 对 那看起来呢 红方这个炮呢 也无路可去 可以说黑方这个 对 双炮双驹马 五个大子 都是在这个进攻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红方只能用炮 先把对方炮打掉 正好黑方马尔金三呢 是一个 绝对的先手 对 嗯 这个呢 是鞠子进行杀棋 啊 可能最早 红方呢 也是忽略了 就是说这个棋呢 他可能觉得 问题还不是很大 啊 嗯 对 只能出将 对 这还这个 打着这个鞠呢 对 嗯 但这个棋呢 主要是红方呢 忽略了黑方一个胸周 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局面 对 黑方如果走鞠八平三 那么红方还有炮六平七 啊 走鞠八平三 先抵炮江 抵下炮江啊 可能炮再收回来 对 啊 还有机会 还可以抵挡一阵 对 但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走了一个 突围的 好的手段 大家呢 我们广泛的 广大的旗友呢 就是可以 对 学习借点 借点这个地方 就是在子力呢 兵临城下的情况下 啊 往往呢 就有突破的这个手段 对 这个灯势呢 就是一个妙兽 这个 赤马呢 赤马他这方 局八平三 局八平三 把兵吃过来 那这个 你炮一江 他就飞个巷 对 下部砍底巷呢 是杀旗 还有吃你这个炮 对 这个旗的黑方 就是很难下了 所以红方实战 也就是 把这个狙打掉 对 黑方这时候 也是个弃狙 先弃后取的 一个手段 对 红方上帅 正好 自私平弃 吃掉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略微顽强一点呢 就是走回炮好一点 先把炮退回来 对 炮六退五 但是这个旗的黑方 有两种走法 都会占用 一个简单一点 狙击平寺 捉也是绝对的先手 对 另外黑方呢 也可以 这个将一军 将一军 你下帅 黑方再把局高起来 这些都是先手 对 但是这种走法呢 就是说 红方呢 还能够 维持一段 对 但是终归呢 这个旗呢 缺室呢 缺室呢 也是危险 对 少了两个室 那么最后呢 红方是走到炮平六江 黑方进将 黑方进将 然后呢 这个黑方 红方马七进八 对 黑方拘其腿一提一将 红方下帅 对 黑方再马五退七 也是不用担心自己的这边 那么走到这呢 红方就主动扔负了 对 因为黑方下不齐 有一个拘其腻 再拘其平六 这么一个倒背手的杀旗 这儿红方这个拘呢 就保不住了 对 所以走到这呢 红方就主动的扔负 因为你握一将 他可以垫马 对 我可以垫马 没有杀旗 那这儿呢 这个苗立明呢 在战胜了这个 取得了第一盘的胜利以后呢 第二盘旗他又逼合了对手 这儿最终呢 苗立明呢 就是进入了这个八强 这个战胜了这个抢手谢敬 也是为自己的 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那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棋局呢 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呢 也希望您呢 继续观众我们象棋的比赛 象棋的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